马华没功劳也有苦劳 为家乡反击行动党前后不一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去刷YouTube 刚好也看到冲哥讲了同样的新闻 我看完过后呢 其实我发现冲哥也是一如既往 就是调侃马华 那当然今天我没有要帮马华讲好话 我想要跟大家用同一个新闻呢 来分享一个不同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叫做90后的马华 就是我们90后啊是怎样看马华的 要知道我们的这个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 像冲哥他是80后他大我一圈啊 他可能真的是有切身体会过 马华当朝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个举动 来让整个华社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我们90后像我是96年出生的 我对于大选的认知呢 其实你讲308离我太遥远了 那时候我才躲睡 那我第一场选举的印象其实是505 505 2013年 其实我当时候也就只有16岁而已 可是呢每天看着这个亲戚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有这个舅舅 每天在那里追踪自新闻 然后呢每天在那里骂马华 你讲当时候的我对于马华有概念吗 坦白讲也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那换言之90后对于马华的这一个厌恶感啊 其实是传承来自于我们的父母啊 或者是这个亲戚长辈的 所以我第一场选举505当时候就是媒体报导 那是马华最黑暗的一天 创党60多年以来呢 第一次只赢下七国十一周 OK那那个时候你讲我对马华有很讨厌吗 有是来自于父母的这一个不断的灌输 每天跟你讲马华有多么的糟糕 OK那等到我真正form5毕业上大学 那我上大学的第一场选举就是509了 OK就是509就是改朝换代的那一个时刻了 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关注这个政治新闻 因为想要多了解一些时事嘛 那也由于是要打辩论作为辩手呢 有很多不同的辩题呢都是跟政治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呢 我就多看了这个新闻的这一个报导 那我对马华那一个时候的感觉就是 这么整天双重标准的 那个是我对于马华的第一印象 其实坦白讲我到509之前 我都没有感受过马华对我的这一个生活有太大的实际影响 因为毕竟大学生嘛 如果你因应要讲的话就只有这一个所谓的固打字 让我很难去上到这个政府大学 那个时候我没有讨论过这一点 不过由于我是去私立学校 所以对我的影响也没有很大 所以对于我来讲 影响我对于马华的印象最深的 其实是张胜文在一场演讲里面呢 当时候冰城大家还记得吗 大水灾 张胜文就讲了一句 虽然你是神 但是不要跟天斗 这句话呢 让我对马华的那个印象 从那一天开始就定格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明明是这一个天灾 明明是这一个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 一起去解决问题 当时候林冠英都已经打电话 去跟这个时任副首相 也是阿莫扎西去救助了 所以马华这样子做 对我的感觉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在落井下石 OK这是第一点 那509的那一场选举呢 很明显 马华就只输剩下多少戏啊 没有记错的话剩下一戏罢了嘛 对不对 所以OK 我那一个时候的感觉就是 活该 谁叫你落井下石 坦白讲 那是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一个想法啦 那如果你问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我有问过他们的 就是你对于马华的印象是什么 大多数的人 同龄人啊 就是90后 他们的反应 跟我的这个认知是一样的 马华很坏咯 因为为什么呢 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 马华很坏咯 OK 这个就是90后 在509的那一场大选对于马华的认知 当然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 我觉得现在如果你问我的话 因为我已经出来社会了嘛 那马华给我的印象就是 打死都不纠正他们自己的错误的我 OK 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整天喜欢拿行动党 做不到曾经的承诺呢 来调侃 OK 这里我认得 行动党的确有很多东西 是做得不到位 甚至是不尽人意的 比如讲这个同考 当年张天群也是被骂到够够力的嘛 抓宜文 当年也是被骂到够够力的 那这一些课题 我们都认得 OK 整天讲 你讲马华双重标准 你自己才是那个最双重标准的人 火箭呢 你就无限的包容 马华你就无限的践踏 今天呢 我就来好好跟你聊一下 为什么华社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或者是特别讲 我们90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你看啊 首先 我们拿回今天的这个新闻 魏家乡 他就告诉我们 马华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如果你问90后啦 坦白讲啦 你马华过去的功劳 有 OK 从父辈那边是有听过 甚至是从爷爷奶奶也听过 我对于马华过去的功劳 最深的印象就是 争取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独立 还有争取华社的公民权 就这两个咯 之前还有什么其他功劳 坦白讲 我真的是没有感受过的 你不能够怪我 对不对 每个人有时代背景的局限性的 那除此之外 当我开始真正了解政治的时候 马华已经陨落了 那马华陨落过后啊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 OK你陨落 必定有道理的嘛 那如果我们父辈讲的东西是真的 那么那就是你陨落的原因啊 那接下来 你有没有去针对这一个原因 去进行更正 去弥补 去改善呢 在我的这个视角看起来是没有的 或者说 他们不是没有补救 而是他补救的力度还不比他打嘴炮的那一个力度来的大 OK 那这里呢 就是我看到马华整天呢 都是会去 调侃行动党 像我们刚刚讲的 行动党有很多东西是做的不尽人意的 我们承认的 可是 马华整天就讲 那你把我拉下台了 然后你自己上去 你什么也干不了 你了解我马华的当初的那个窘境了吧 OK 这一点你马华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 现在行动党在很多之前承诺的课题上面的确是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是华社已经看清楚的政治现实了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我认为 如果站在90后的角度来讲 就是 你要知道 90后我认为啊 与其你讲我们对政党的认同 我更加认为我们其实是对某一个政治领袖更加的有认同感 进而才产生了对那一个政党的认同 有点绕了 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是站在我的视角 我不要拿行动党跟马华比了 我就拿陆兆福跟魏家祥比 作为交通部长 你觉得谁的表现比较好 你不要告诉我你魏家祥没有在我们90后成熟的时候当过交通部长 有的对不对 可是陆兆福的表现跟你魏家祥的表现 其实 一比就知道谁高谁低啊 我就拿我作为东马人的这个例子跟你讲了好不好 魏家祥你当这一个交通部长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敢看机票回家过年 因为很贵 买不起 但是陆兆福做交通部长的时候却是我有回家祥的那一个时刻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直接比出来了的 当然可能你会讲我是东马游子 所以呢 感觉上可能不太一样 我也是在这一个KL生活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挺依赖这一个公共交通的 因为当时候没有什么钱 买不了车 就算买得了车也打不起油 OK 你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个公共交通有很好吗 也没有对不对 反而陆兆福在他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也是我大学生涯的时候 他推出了那个每个月50块钱的配套 无限的搭LRT MRT还有公共巴士 就这个东西是能够让我们90后切身感受到的东西来的 所以与其你讲我更喜欢行动党 不喜欢马华 坦白讲啦 我是更喜欢陆兆福 没有那么喜欢魏家祥 当然我对魏家祥没有敌意的 我就是拿政绩出来比较而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可能或多或少 尼可敏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他当反对党的时候 我很喜欢看他的演讲 哇怼天怼地 然后怼得马华呢 简直是不懂要怎样回击他 再加上我又是变手 然后尼可敏 他以前也是一个很畜色的辩论员 那我不否认魏家祥的辩论能力也很好的 我也看过魏家祥以前年轻时候打辩论的这一个样子 所以魏家祥或者说马华在尼可敏的这一个辩论高手的这一个攻击下 坦白讲我认为当时候尼可敏的这一个对马华的认知 或者是对马华的点评我认为是到位的啦 所以尼可敏其实也是一个因素啦 因为对于我们90后 你讲林冠英 OK啦 我们有印象 林吉祥 我们也有一点点印象的 可是你讲林吉祥有多么的伟大 80后 70后 甚至是更年长的朋友 可能他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 但是我有那个时代背景的局限啊 我开始关注政治的时候 林吉祥已经要慢慢退下来了 然后林冠英也当了兵州首长 OK 然后过后财政部长 林冠英当财政部长 坦白讲 没有那么讨喜啦 至少比起陆兆福 我认为陆兆福更加讨喜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下 我就告诉了你 为什么90后 哪怕换了这一个想法 这个教育背景也更加好了 应该要更加理性看待政治的 对不对 可是反而没有 反而90后也是跟着父母 一起支持行动党 关键的原因就在于 过去你的功劳 我们是体会不到的 我们没有切身体会过 而你讲的苦劳 坦白讲 对于年轻选民而言 我才不看你有什么苦劳 对于一个老板而言 你要知道 选民是政治人物的老板来的吗 你要我的选票 我就是你的老板吗 你告诉我苦劳 苦劳对不起咯 没有一个老板会因为一个员工 每天加班加点 但是没有成绩 甚至有可能会让那个公司亏损 然后我认同你的苦劳 并且还加你薪水 或者是不炒掉你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 麻烦你要认清楚这件事情 你不能够讲 过去你有功劳 所以就算现在我没有功劳 我还有苦劳 我觉得选民不买账 尤其是年轻选民 而马华现在非常的积极在 招揽年轻人加入马华 那我相信 不管是90后还是00后 跟我们的这个思想 或者是跟我的整个论述 应该不会差太远的 如果有90后 甚至是00后的这一个观众 如果你认同我的这一个讲法 你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当然前提是 你真的是90后跟00后啦 OK 那现在 马华 看回这个新闻 你不要跟我讲你的苦劳 你的苦劳 在我们这种新生代言里 不值得一提 你的功劳 我承认过去有 但是 我没有 真的切身体会过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在此时此刻 重新去建立 属于新生代选民的功劳 否则的话 你不要以老卖老 我们是不收这一套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